于飞一行人来到了厦门 见到了杨逸平 这一天 他们在酒店的席上 于飞问了一些杨逸平的过去 杨逸平说 我发达之后 也想到过家里的人 但当时对燕子村有些气恼 因此只是对岳父母 孝敬了不少的金钱 对其他乡亲们 并没有多少帮助 不过在我老家周口田村 倒是发动了不少村民种菜 但是由于土质气候 更多的是技术不过关等等原因吧 品质和质量都上不去 收益自然不大 而我也没有精力 去帮他们搞什么技术公关 我只懂得销售 因此到后来 我索性将一些关系好的亲友带出来 一起搞销售 挣钱拉倒 蔬菜种植 便慢慢荒废了 于飞说 那个 搞蔬菜流通付的 致死少数人 如果要是代付广大群众 还只有发动大家 搞中职不可呀 杨逸平点点头 是啊 和我一介草民 心想能代付几个算几个吧 没有那么大的报复 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去号召大家 不过你作为一个乡党委书记 就大不相同 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啊 于飞叹息了一声说道 唉 我倒是想发挥一下 共产党的组织力量 但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仲裁不是那么简单 要讲科学 讲技术 要品质好 产量高 否则最多呀 只能是养家糊口 要真正的发家致富 何其难以啊 习散后 杨逸平驾车领他们 欣赏了一下厦门的夜景 考虑到他们一路没有休息好 便早早地安排三个人 在酒店住下来 于飞和乌子峰睡一个房间 杨翠翠则是睡另外一个房间 洗过澡后 于飞终于有功夫 问乌子峰火车上发生的事情 我在火车上做了个梦 可是醒来时 你们却是表情异常 尤其是杨翠翠 能老实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吗 乌子峰起先是企图搪塞过去 但见无法过关 便低着头轻声说道 于书记 这事怨我 有点心太急了 于飞越发的奇怪了 说清楚一点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乌子峰只得硬着头皮说下去 那个 不是我和杨翠翠坐在一块吗 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聊了一会儿天 后来呢 我见你睡着了 便借机会摸了摸他的手 于飞双眼直看着他 心想这小子行啊 趁自己睡着了 没人干扰 竟然做起小动作来了 然后怎么样 于飞挺好奇的 乌子峰说 怎么说呢 他起先把 将手睁开了 我想吧 这女孩子 也许都有些不好意思 便大着胆子 继续去摸 可是他争得更厉害了 还说要叫醒你 我见你睡得像 估计啊 他也不好打扰你 所以啊 不肯放弃 因此啊 就有点争执了 于飞奇怪地问道 那你干嘛 非得去摸人家的手啊 乌子峰答道 准确地说 想抓住他的手 这电视里边 不是经常有这样的画面吗 只要男孩子 把女孩子的手 抓在手心里 这女孩脸红 就倒在男孩怀里嘛 于飞想笑 但还是忍住了 乌子峰又说 但是 不论我怎么努力 这杨峰峰的手啊 就跟你说一样话 就是抓不牢 市长还跟我急了 要不是车厢里 坐着不少人 他非得痛骂我不可 正在这个时候 你醒了 我们的那场暗战 也就结束了呗 于飞终于忍均不住 笑着说道 你不是大学生吗 怎么像是没见过女人死的呀 哪有抓住人家女孩的手 就是你的人的道理啊 乌子峰叹息说道 唉 我读的是农专 你同学很少 确实没谈过 这一点啊 于飞像是老手了 他说的 你说的要主动 抓住女孩的手 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要掌握好火候 要确信人家喜欢你才行 或者说等你真正打动了人家才行 否则不仅不会增进感情 反而会造成不好的印象的 乌子峰一脸地沮丧说道 那我该怎么办呢 于飞想了想说 我们这次啊 是出来办事 感情上的事情呢 还是先放一放 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 我虽然支持你去追求杨串串 但绝不容许你动促使坏啊 说着 于飞用手指了指脑袋和前胸 追求女孩 要动脑子 要用心 乌子峰点了点头 但下一步该如何做 他仍是一头雾水 由于对蔬菜的种植技术方面 存在担心和疑惑 于飞一时无法入睡 便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 接通了酒店里的网络信号 乌子峰起先在一旁 看着他使用电脑 后来不知道是心烦呢 还是刚到这厦门兴致未退 便提出到外面散散步 这是他的自由 于飞当然没有反对的道理 只是叮嘱他说的 别太晚睡啊 早点回来 说着继续埋头查询 有关蔬菜生产流通方面的讯息 这样一晃啊 就过去了两个来小时 于飞伸了伸懒腰 见乌子峰还没有回来 便打他的手机 可是系统告知已经关机了 于飞先讲 会不会是在杨翠翠房间里 偷镜屋呢 于是来到了杨翠翠房门外 敲了敲门 里面传出了杨翠翠的声音 你怎么又来了 你有种 先就别走啊 于飞觉得很奇怪啊 又敲了敲 这个时候的杨翠翠似乎挠火了 再敲 再敲我就喊人了啊 都是同事 可别闹得不好见面 更何况你大小也是我的领导 给自己留一点尊严好吗 于飞一惊 先想肯定是乌子峰 那个不开窍的小子 刚才骚扰了人家 要不何出批言呢 是我 于飞 于飞边敲门边说道 不一会儿 门开了 杨翠翠从里面出来 一脸尴尬地说道 于书记 不好意思啊 我还以为是屋主人呢 于飞走进了房间 左右看了看 屋主人就不让进吗 见杨翠翠红着脸 于飞又说 我还真以为乌子峰在你这儿呢 退一来看看 叫你们别聊太晚 明天还有事呢 杨翠翠搬了一把椅子 给于飞坐 他呀 是到我这儿来了 不过被我 被我 杨翠翠看了看于飞 不好意思说下去 于飞问 到底怎么了 杨翠翠便说 被我撵出去了 随后在于飞的追问下 把事情经过 简要地说了一遍 乌子峰是在两个小时前 敲门来到了杨翠翠房里的 当时杨翠翠刚洗完澡 乌子峰说 在火车上的事 是我一时糊涂 你别介意好吗 显然他是来向杨翠翠道歉的 杨翠翠心里啊 确实有气 但当时呢 又不好发火 因此隐忍了下来 现在既然他来道歉了 当然要借机说几句才行啊 杨翠翠说 你是我领导 我本来呢 是不应该说你的 但是你在火车上 也太过分了 要不是我怕你丢人 当时我就喊出来了 你以后别这样了 否则 乌子峰听他这口气 心里很不适滋味 心想 我跑过来道歉 无非是想缓和关系 并不代表低头认罪啊 可是这丫头竟然盛气凌人 乌子峰故意问 否则 否则怎么样 没想到杨翠翠也不示弱 回答说道 否则 我就去虞书记那儿告你 乌子峰一听 有些得意 实话告诉你吧 是虞书记主张 让我追你的 杨翠翠一听 不信啊 不可能 接着又说 虞书记赞成也不行 他管的是工作 难道连我的私生活也管吗 乌子峰不明白 看似文静的 他怎么如此强悍呢 想退缩 却又不甘心 便赖着不走了 杨翠翠等了一会儿 见乌子峰没有走的意思 便大声说道 乌主任 不是我说你 如果你有胆的话 就放马过来吧 乌子峰不明其意 后见杨翠翠 竟然脱去了脱鞋 跳上了床了 更觉得不可思议了 你不是想得到我吗 那现在就扑上了 我成全你 杨翠翠的话一出口 乌子峰就有些懵圈了 他上下打量着花容月貌 粉颈玉璧的杨翠翠 那身材之完美 简直让人抓狂 乌子峰真恨不得 将他掀翻在床 成就夙愿 但是他呀 终究不敢接招 因为他不知道 这杨翠翠 葫芦里 到底他卖的是什么药 不敢是吗 不敢那就出去 杨翠翠的话里 带着狠角 果然再次震慑了 乌子峰 不多久 乌子峰 颓然地走出了 杨翠翠的房间了 他出去已经很久了 杨翠翠对于飞说道 于飞只是听了一个大概 具体情形 杨翠翠并不好意思描述 于飞说道 就算他被你撵出了门 想到外面散散心 但也到了该回房 睡觉的时候了吧 杨翠翠点了点头 少请他问道 医书记 难道你真的说过 促成屋主任和我的话吗 于飞也不会言 啊 我是说过 但我没有让他冒犯你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觉得我和屋主任合适吗 杨翠翠又问 于飞说 男才女貌 又都没有对象 我觉得挺合适的呀 杨翠翠沉默了一会儿 对于飞说道 你说男才女貌 你觉得他有才吗 我倒是觉得你更有才呢 于飞一听一时 竟然答不上来了 杨翠翠又说 于书记好像至今也是单身吧 于飞哭笑了 你不同意就算了 何必扯到我头上来呢 杨翠翠见他避而不谈自己 叹息了一声 唉 你这么关心别人 就不关心一下自己吗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好吗 于飞仍是回避 杨翠翠无奈地说道 那谈什么呀 于飞看了看门外 捡乌子风还是没有回来说的 那就谈谈蔬菜种植吧 我刚才在网上搜索了不少相关的信息 得知土壤气候 虽然影响蔬菜的品种 品质和产量 但有客服的办法 那就是搞大棚 四季都可以种植啊 杨翠翠说 这样说来 眼下最需要的是技术咯 于飞点了点头 嗯 最需要的是 事宜的种子 和实用的新技术 接着又说 明天呢 你到书店买一些相关的书籍来 网上的不太具体啊 好啊 杨翠翠答应了一声问道 杨翠翠不懂技术 他能帮我们做些什么呀 于飞说 杨翠翠的作用大着呢 他虽然不能教我们技术 但他可以告诉我们 哪些品种好卖 哪些在市场上滞销 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知道 帮助我们如何打开市场 甚至帮助我们 建立一支蔬菜营销队伍呀 那 不会影响他自身的生意吗 杨翠翠担心杨乙瓶会有所保留 于飞说 应该不会吧 市场开拓是没有止境的 也许他能借此啊 将自身的事业 做得更大呢